在我沒有從政之前 當然在法界 就是跟一般的法官一樣 沒有受到打壓或是打擊 反正我也很認真 但是從政界落敗回來 當然從政期間 法官兼國大那時候也沒有 這個是題外話 因為你在當的時候 人家當然不會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就是只有單獨擔任法官 那剛回來是受到蠻多打壓跟打擊的 因為同事會認為說 他們對政治人物 有一些人不是全部的同事 有些也是對我很鼓勵 有些人是對政治人物 有比較偏差的看法 他認為說你政商關係複雜 政商關係很好 什麼之類 比如說每次在升遷或是調動 就會有人就是 就是用這個來打擊我 那包括說用我的家族因素來打擊我 那時候剛回來是很痛苦 很辛苦 真的是非常辛苦 不過我想 沒有其實他們是誤會 你說其實我在當國大任內 第一 我為什麼會一屆就下台 就是太堅持法理跟法律 然後該講的話我絕對不講 絕對不會不講 比如說我那時候是國民黨籍 我是國民黨提名參加 參選的國民黨提名 那我在任內我還是還是在國民黨裡頭第一個提出國會全面改選 這個你們比較年輕可能知道 因為你們都很年輕 國會全面 我是在國民黨內第一個提出來的 所以當時國民黨的代表跟黨官都罵我是紅衛兵 那包括說解除戒嚴 開放報禁黨禁 我那時候也都講到也蠻敢講的 我覺得就是法律人 你講該講的話 當然也不可能去跟什麼政商河流刮溝 不會嘛 也做不到 也不習慣 所以你說黨政關係複雜 真的是 講的 我覺得是 有一點太沉重了 用這樣來打擊我 但幸好就是 我用我的工作 工作的負責任的態度 然後工作的表現跟績效 當然現在同仁已經 就是說對我已經沒有那種 那些同仁對我就沒有那種誤解了 因為他們慢慢看我辦案子的精神 辦案子的結果 看我的判決 就是說那些疑慮都沒有了 那剛回來那幾年是真的很辛苦 包括升庭長啊 要調高等法院啊 就是會受到這些打擊啊 那就是打擊的理由 就是政商關係複雜 還有家族因素 其實我哪有政商關係 如果有我想 不至於會當六年就回來 確實是被冤枉啦 那我想沒有關係啊 就上天還是很公平 那現在就是 慢慢你用你的工作的努力 來解除人家對你的疑慮 我想這樣 所以我現在也不會怪他們 因為他們有的時候 跟我道歉說 不好意思 看到你的判決 才說原來你真的是這麼認真 以前對你誤會 那就夠啦 那就夠啦 那是要清新的那個形象牌 因為你是法官的職務嘛 就說要跟那個 要跟反對 那時候還沒有反對黨 是黨外 要跟黨外人是那個對抗嘛 所以他提一定要年輕 然後形象清新的嘛 對是因為這樣 那時候不懂 真的是不懂 一張白紙就被推出去 對確實是不懂 那結果您在 這個國代的任內 因為您可能是 衝過頭 或者說對這個 當局者來講說 您的這個 譬如您還是照樣的 就是言所該原 反而讓人家覺得不好控制 對 覺得很難駕馭 你就是心目中 只有法律 什麼人來跟你講都沒用 所以被罵說 紅衛兵啦 什麼民進黨的同路人 因為理念啦 剛好 其實我也沒有跟他們來往 我那時候跟民進黨代表 也沒有交情 也沒有來往 我就是講我的法律啊 所以不是紅衛兵嘛 就是罵說 你這民進黨的同路人 那就是不好控制 不好駕馭 那也常常 不過這講到同志就不好意思 每次連署嘛 我就會提很多提案 因為我其實 平常講到六年 我很認真讀憲法 那修憲我也很賣力嘛 那包括一些民生的提案啦 或是說關於法院啦 法學建議方面的提案啦 包括我們現在法院助理的設置 法官助理的設置嘛 然後很多刑事訴訟法 該修改的條 我那時候也都提 雖然國代只有建議權 我講說還是 還是講 我覺得雖然只有建議權 但是你提出的意見 人家會看嘛 還是會裝置還是會改 所以也是盡量提啦 所以還是 我認為說自認啦 就是說確實是很認真啦 對 所以主要是不聽話啦 不聽話 我真的是很不聽話 沒辦法聽啦 因為我只聽法律 這個腦筋實在是轉 很難轉不過來 轉不過來 沒辦法 所以我想下台是活該嘛 因為政治本來也許 政治有時候是不能跟法律畫上等號的嘛 那你就是回歸法律嘛 你既然都要講法律 就回來當法官也很好 那所以您對法律基本的理念 就是覺得應該是怎麼樣 第一重要的應該是什麼 捍衛人權嗎 還是說是應該 呃 維持公平正義還是什麼 我想人權 人權啦 跟公平正義 這些應該都是法律 所 就是我們制定法律 就是要以這些當靈魂鋼內容 跟精華 這些本來就是法律的基本內涵 嘿 本來你只要法律 當然那個惡法義法 那個就我們先孤全不談 但是大致還是會 即便是惡法 它應該也有它的一些公平正義 至少是經過立法院討論 對對對 我認為法律人 唯一的老闆就是法律 其他沒有 那法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公平正義跟人權 對對對 這些都是法律所要規範的 它的基本的一些精髓跟靈魂 沒有這些 我看法律就很難成為是 很難成為是法律 應該在立法院大概也過不了吧 大致吧 除非 對 原則上是這樣 對 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您政俄國大 您擔任一屆以後 那就沒有再被提名就是了 沒有不可能 連縣長也不提名啊 對 我很好奇的是 那時候為什麼 您有參選縣長的規劃呢 因為在國大任內 等於我就開始 那時候就真的我有去 因為個人就是對政治事務 開始有接觸 因為已經成為政治人嘛 半個政治人嘛 你對政治事務 還有地方 鄉親的一些民情啊 民脈 你開始會去關心 就會想要說未來出來為彰化縣的鄉親服務 主要是這樣 因為除了修憲嘛 你還是民意代表啊 還是會有選民服務啊 至少婚上喜慶啊 對沒錯 對那你就有接觸 就有感情啊 然後就知道 人民那個鄉親的一些痛苦啊 一些弱勢者的 他們沒有辦法平反的事情 你就會想要說 可以幫他們 當縣長可以幫他們服務 是這樣